现在我们也希望 佛法能够再兴旺起来 要这么做法 要用儒跟道做基础 儒最低限度 儒家的戒律就是地质规 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就是四书 四书里面大学中庸是离记的两篇 离记除这两篇之外 还有几篇必须要学习的 去离 去离是属于戒 内则也是属于戒 学记 是儒家 教育哲学的主要一部书 乐记 有几篇东西一定要认真学习 道家至少老子 庄子那边的欺骗 你有这个基础 你再入大城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没有这个基础 那就叫学小城 小城 比较凌乱 分量又太多太杂 经典翻译的并不很流畅 不太好读 那就是斯阿汉 古人教给我们这个方法是有道理的 那这一千多年 这个教学它有成绩 我们看到的 所以学不可以练腾 话说的很简单 可是真正做起来 没有十年二十年的功夫 你做不到啊 我们现在都是中年以上了 哪有那么长的时间来学习 难得我们很幸运 遇到了尽足 遇到这一步 大臣无量寿 庄严 亲近 平等 学近 这真不容易 难得遇到 黄念族老居士的集结 他这个注解是集注啊 不是他自己做的 夏老师集结金 把无中经汇集成一种 给我们带来的太大的方便了 集注 你看看 黄念族主这个金本 他引用的经典 八十三种啊 引用 古中古今中外 祖师大德的注数 一百一十种 总共一百九十三种 度这一步注解 就读了一百九十三种的经论 古来祖师大德的注数 内容实在太丰富了 大小城 社科宗派 这个思想都在这里头 这是佛门一部最难得的好书 我们有云 遇到 不是三生有幸 像开经济上说说的 百千万劫难遭遇 喷激情绪是说说的 无量借来 西游难逢第一天 我们怎么会逢到了 逢到要认识 不能当面错过 要好好的把他抓住 不能放松 为什么 这一步进对我们来说 绝对有利益 绝对能帮助我们解决 问题 最大的问题 是生死问题 他能帮助我们 大问题能解决 小问题就不必说了